誰是神呢? 台灣所拜的神明有兩三千個以上 每天拜五六個 一年還拜不完 那到底哪一個是真神呢? 很簡單 生我們的是父母 創造我們的才是神 不是有人拜就是神 有人拜蔣宗正 連理事科 台灣第一個搶銀行的也有人拜 他們哪是神呢? 聖經的第一句話說 起初神創造天地 這位造物主才是神 其他的都不是神 通常我們所拜的有四種 第一種是忠孝仁義之事 好比關公和媽祖 他們是人 並且他們沒說他們是神 反倒死後人給他們蓋廟 把他們當起神來拜 後人對他們有許多傳說 但是我們信得來嗎? 今天若請你寫個講中正傳 你可能還曾在媒體上看過他 但我們寫的會正確嗎? 能通得過歷史學家的驗證嗎? 還是我們寫的大都是聽來的呢? 我們離他只差幾十年 寫都寫不正確了 更何況那些幾百年後 所寫的關公媽祖傳 將來是否會有人因為看到 講中正廟香火鼎盛而說 他是神呢? 我們只能將信仰建立在這些傳說上呢? 誰能向我們證明這些故事屬實呢? 第二種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物 好比孫悟空、竹八戒 竹八戒是君女戶所拜的 和李羅創俗稱三太子 他們都是故事書的人物 若故事的作者 知道有人拜他們筆下的虛構人物為神 豈不是要笑我們的嗎? 那麼柯南、米老鼠 是不是都能變成神來拜呢? 根本不存在過哪是神呢? 第三種是公媽 台語祖先的意思 祖先是人 死了以後靈魂是受上帝掌管的 不是自動升格變成神了 我們更不願意他們變成鬼 但我們拜祖先的習俗 真的很矛盾 比如說 若是你用食物來拜祖先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歷代祖先都跑來吃那一頓飯 或那一碗飯 你是會很高興呢? 還是看到祖先來吃嚇都嚇死了呢? 你會趕快召聚一家中所有大小來參拜祖先呢? 還是把腿快跑呢? 如果一年只拜一次祖先 他們一年只吃一頓 豈不是很可憐嗎? 其他時候豈不是都餓肚子嗎? 還有 燒紙錢 有人說 倒不如燒個空白的支票 讓他們自己填樹木比較環保 這些都是我們的想法 人死後 然後上帝是禁止靈界與我們互通的 另外 有些人拜祖先 不只是紀念而已 他們有必獲求福的心態 想求祖先保佑 已經把祖先當作鬼神來拜了 這是非常錯誤的 第四種 更不對 那就是拜鬼 明知是鬼 還拜他 要拜就拜真神 為何要拜鬼呢? 這是因為我們懼怕 會有貪求 總想避禍求福 又不認識有一位真神 連鬼都怕這一位神 所以就有人拜鬼了 中原普渡你敢不拜嗎? 開宮開市你敢不拜嗎? 我們常常是因為懼怕才拜拜的 其實中原普渡只有台灣及全世界 很少數的人在拜 而世界上那些絕大部分沒拜的人 他們會因為沒拜 而遭到厄運嗎? 如果你到國外去 鄰居都沒人在拜 你是否也不會再拜了呢? 其實很多人去到國外真的不拜了 並且改信耶穌 我們的信仰有著怕鬼及怕人的成分 我們卻不怕神 這是錯誤的 不要怕鬼 要拜真神 神會保護我們的 怎麼知道你所拜的是真神呢? 第一 要問 祂是造物主嗎? 若是 祂才有資格說 祂是神 其他的都不是神 第二 你拜祂 在你說謊 賭博 有淫煉時 你會有強烈的罪惡感嗎? 若沒有你所拜的就不是真神 我們的父母是人 他們都不要我們說謊賭博了 更何況是真神 真神更不要我們犯罪 反倒是魔鬼 祂從來不警告我們 因為祂要我們做祂罪的婦女 好比吸毒上癮終至滅亡 魔鬼好得著你的靈魂下地獄 所以 你所拜的若在你犯罪時 從不警告你 你所拜的就不是真神 第三 真神不會犯罪 如果祂也說謊 貪心有淫煉 祂哪是神呢? 第四 神要跟我們講祂是神 我們才會知道誰是神 就好比我們生小孩 抱著跟祂說 叫爸爸 叫媽媽 是我們跟祂講的 不然祂怎會知道 什麼是爸爸 什麼是媽媽呢? 同樣 神若不來跟我們講祂是神 那我們就無法知道誰是神了 耶穌說祂是神 祂沒有犯過罪 祂不是騙子 更不是瘋子 祂是真神 假設神造了我們 卻從不告訴我們 祂是神 是我們的源頭 是我們的天父 將來我們死了 靈魂去見祂 我們是不是會罵祂呢? 造了我們 卻從不告訴我們 祂是我們的天父 讓我們一生覺得 是宇宙中的孤兒 若父母生了小孩 卻不告訴祂 他們是小孩的父母 他們有資格做人父母嗎? 天父 若不來告訴我們 祂是神 又如果祂不敢堅持說 我是唯一的真神 就好像我們的父母 不敢堅持說 我們是你唯一的父母一樣 我們反而要罵祂 你算什麼造物主人 第五 神不會死 耶穌替人死後 三天復活 後來升天 將來還要回來 審判活人和死人 你拜的是真神嗎? 若不是 請來拜耶穌 祂才是真神 只有祂能救你 免下地獄 反進天堂 歡迎你到基督教會聚會 願神祝福你 你為人拯救你 有紀道 dizer 你是不是 來 在地獄 不